大家好,今天日報同位見面了 我們要先自協 我們經常自協的 那件事就是 錯誤接受態度招救 錯誤接受態度招救 很惡劣 今次是你,不是我 今次是我,上次也是我 不是經常都是我 我什麼事就解釋一下 當你有事的時候 我馬上說了 但我有事的時候 你有時為了客套務矯正 所以就做了這件事 第一,多謝讀者提示 大家告訴我 世衛組織總部在日內亞 不是在紐約 第二,實際上是美國捐最多錢 美國捐最多錢 但當然有欠債 捐4億,欠了9千萬 那個狀況就是,我昨天說的時候 我講明是沒有法律 這兩件事其實是同一個錯誤 就是 張世衛和聯合國拘捕得太緊 拘捕在一起 也知道美國經常欠聯合國的款式 所以就會發生這件事 發生這個錯誤 但無論是否有錯誤 就沒有辦法可以接受 是 我們自己可以接受 即是觀眾不能接受 還有一件事就是 美國雖然到處都欠債 但他始終是被錢最多的人 是 這些國際性組織 或者國際性文教組織 他真的被錢最多的人 還有一件事就是 亦都說為何譚德斯特 他為何會跟中國那麼好 因為其實他應該是 非洲、中國 大家合在一起 即是你捧我捧你 因為如果你在國際組織 大家不做一些聯盟 是沒有辦法有四的 所以你選我我選你 所以他們其實是一個 攻守同盟 是,攻守同盟 所以會是否都幫了 因為如果不是做好事 你看西方國家互相幫 但是攻守同盟 G20都開了 還有一件事是關於譚德斯 你第一次說的時候 你笑的故事 其實那個字 我常覺得應該是讀斯字 因為你堵住 那個要塞或者之類的意思 就是堵住它 阻礙你不讓人進來 我們現在叫他做譚仔 譚仔 譚仔你要適合廣東話口音 因為譚仔也連回 有段時間搞的 因為這個人之後都會很精彩 我們說回疫情 美國似乎出現了一個怪點 國內也修正了一個說法 原本說會死20萬人 現在也修正了6萬人 即會調低 周蘭最後整個疫情 只會在美國死5至6萬人 這也是我們的估計正確 因為剛才錯了 現在找回場子 我估計是10萬人 是20萬人 特朗普特意作大 現在成功戰勝疫情 如果你不作大 一開始時作大 他跟中國剛剛採取 調轉的方法 就是中國作勢 你不要罵得那麼厲害 讓國民不要那麼害怕 他就作大仙 等到你最害怕的事情發生了 然後他現在就成功戰勝疫情 是的 也有利他的選情 因為最厲害的選情 是那邊 桑德斯又退了選 找拜登出來 和他單對單隻抽 其實拜登也不敢用這個疫情攻擊他 是 因為他會覺得被人說是抽水 和是吃人血饅頭 是 所以特朗普是佔了上風的 這件事 無論如何在打仗的時候 也是佔上風的 但是這個人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始終對口罩那件事 都是念念不忘 是 即是前天 他老婆就上載一個IG 和Twitter的片段 呼籲全國國民戴口罩 是 但是特朗普 跟他老婆拿著同一口徑 他始終抱著一個概念 就是不需要戴口罩 雖然 國內的衛生組織 都呼籲全民戴口罩 但是特朗普就會說出一個問題 其實是一個呼籲 是個人自由 美國就是一個這樣的地方 我有權不戴口罩 到今時今日還是不戴口罩 但是那個狀況就是這樣 狀況就是特朗普上台以來 他老婆和他應該是 都不唱我 不止一次反調 是啊 所以我覺得 他這件事 就是所有的政治都是一個棄子 你會發現 美國周時都國會和國務院 或者行政部門是唱反調的 他這跟中國有少少不同的地方 就是中國要求統一 我覺得他們 就是好似一個唱紅店 一唱黑白店 兩個是做不同的 role playing 的角色 我覺得有少少覺得他是夾頂 如麥克老婆 我沒有辦法掌摑他 我覺得他不止一次是唱反調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好像是兩把手 我覺得他可以做法 至於美國很多時候 都是大家有不同的意見 走出來講的 我覺得是兩把手 賭馬我們叫賣對碰面 是的 始終都會贏 所以就會買保險 我覺得這個是美國 就是他的政治 扮自由 是一個公平的地方 是一個聰明的地方 聰明的 因為每個人都說不同的說話 就是民主 不是 每個人都說不同的說話 他們常常鑑定容易 因為他們是一班老闆 那班老闆是說 麥當勞 可樂 Warren Buffett 那班人 他們兩邊都買 背後那班人 你看看哪一邊 所以他整個 不是民主的問題 我只講實用性 實用性 即是如果你說民主 說什麼 你沒有實用性是沒有用的 你的實用性 你掛掉的時候 你什麼多對 你都沒有用 只是說理念 是 所以實用性 實用性是有在的 可能實用性 是高於中國的單球統一 單球統一也有一個實用性 但他不是代表他 追求理念 而是暢反條 而是他從來都是這樣 而這樣的話 是一個招數 即是對中國 你都不知道怎麼搞 明白嗎 如果他統一口徑的話 你容易搞些 如果他不統一口徑的話 這個又說這樣 那個又說那樣 然後說完之後又不宣訴 很難搞的 然後總統跟你談了 然後國會又反對 很難搞的 你跟他談話 很難搞 反覆覆 很難搞的 正正就是兩邊 中國和美國兩套 不同的做事方法 沒錯 結果就要引發了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永遠都談不上 因為大家想法和做事方法 以及對政治所謂運作的理解 其實是南緣不前 有談不上的時間 也不是永遠都談不上的 對上呼吸道有幫助 這種藥呢 就在很多的失形冠狀病毒的病人身上 都很有效 尤其是一些插了喉 用了呼吸機 或者人工費 用了藥呢 死亡率會降低 你說很有效 在很有效 至於不是很有效 是的 我沒有記住實質數字 未確認 我確認了 但問題沒有記住實質數字 因為他有幾個數字 一個是中國數字 美國數字 大概是 我不明白為何數字不是那麼多 但問題是 全食大約是50個左右 有十幾個是無效的 是 不是大約是50個 十幾個是無效的 所以他正是針對重症病人 是針對重症病人 我不知道他因為輕症病人沒有用 所以至少沒有個數字 所以不知道輕症病人究竟用了 譬如我們說一些特允福 他說如果輕症病人會大大舒緩 究竟瑞德西偉輕症病人會怎樣 因為可能輕症病人是完全沒有事 或者 或者副作用很大 不是 你先不要說副作用 現在你覺得有沒有事 你不要說 不要提副作用 不要提小事 不要提小事 怕副作用 你不要看大事 你先看大事會不會死 但是如果你去做到的時候 一直養 你是有大概 如果沒有記錯數字 七八成有作用 如果七八成有作用的話 從重症來說 算不算很大 我未問過一些醫學界的人 究竟這種算不算很大 我只能把數字說出來 數字大約是七八成 對重症病人是有效的 而且有一個情況 既然插了喉 都可以死馬當 換馬醫 現在有一個東西可以用 也要用 對不對 問題 我們也要說有效性 如果不是因為要用的問題 現在死馬當做換馬醫 其實什麼藥都試了 其實什麼藥都試了 所以試了藥 但是你要選這藥 我們將來會用標準的用法 即是說現在這個數字 是未足以令到我們 會用一個標準的做法 即是數字七八成有效的 你不會覺得是標準的做法 所以你要看回 除非你有其他 所有的東西還需要它 如果不是的話 至少這個藥 不算是一個很大的成功 但是怎樣也好 都是有藥食 他們各個都有藥食 你放心 他們是人體實驗 為什麼沒有藥食 但問題就是 有隻可以醫到七八成的藥食 這個意思 但是他現在還在試其他的藥 就是看看 是不是比這藥更加無效 你也說人體實驗 所以他叫我簽一張紙 服藥的時候 他不簽的 是 但我都告訴你 你不要看小事 看副葬 到最後 你七八成的話 還是比較好 是比較好 但是還是人體實驗 相信數字 每個人都有見解 特朗普到今時今日都說 不用戴口罩 是不是已經離譜了 擺明戴口罩有用 對不對 全世界戴口罩 多人戴口罩百分率高的地方 疫情可以控制到 如果全世界的人都不用安全套 只有你一個人用的話 或者全世界的人都用安全套 你一個人不用的話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如果身為所有人都戴口罩的話 他一個不戴就沒問題 其實我有時想 安全套可以戴戴口罩 你現在都是整個封著 這樣 揉著頭 為何無人在想 會窒息 好 今集的 日報時間差不多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